人之所以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问题出现 其实就是失了平衡 最容易失平衡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在心不在 如果我们身心合一的话 就会很自在 自在就是开心的时候自在 于是你就不会刻意去不断追求开心 而不开心的时候也都自在 那就就是说没什么不开心 蝎这个字 说三日三夜你都说不完 蝎是一种体验 你一定要体验过你才真的去了解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容词 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也是说是在那个当下 所以这个就跟大自然就是完全一样 比如说那棵树 它如果是有太阳晒的时候 它不会觉得很惨 哇好晒好热 下雨的时候 哎呀怎么经常下雨 它完全没有这样 它当下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大自然是有一种疗愈的能力 如果我们平时在市区里面觉得很繁忙 很多事情影响 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去大自然那里走一走 你会比较容易释放自己 比较容易做得到心在又自在 我比较喜欢拍摄一些岁月的痕迹 有些斑驳 有些污漆 很多时候我会看到它不是污漆 我会看到是艺术品 好像一幅画一样 不过这个画家是大自然 我在拍摄的时候 那个脑里面是没有东西想的 但不是一片空白 我仍然是感受到当时的环境 比如说我看到一样东西 我觉得有一种感动 那我就会拿个相机出来拍摄它 但是拍摄的时候 我不会想这张相片可以表现什么 我要加一句什么句子 又或者我将会是用来出书 还是做展 全部没有这些事情 我就纯粹在当下 百分之一百放进去的感觉 这次展览的特色就是 我这些小型作品是印在一张透明胶片上面 而那张透明胶片是很大张 在欣赏那个作品的时候 你会穿过那个胶片 你会看到后面周围的大自然环境 这个展览会是在日晒雨淋的情况 即是在外面摆的 所以就再响应大自然的定律 就是说一切的东西都会承住怀空 我们一起去体验这些展品 在一个大自然环境之下 一直不停地变化 我们一起去体验